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信任都没有 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想让我们过得能更好点 但是我面对的却是无尽地唠叨 他以前会各种哄我 从来不跟我发脾气 现在却丢下我们俩俩不管 一个人出去潇洒了 有时候工作忙 回到家想清静一会儿 但他总是跟我抱怨起来没完没了 我感觉心很累 有请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张贤阳 28岁来自河北销售 女嘉宾何女士 30岁来自河北客服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你们俩可以 认识多少年来的 十几 十二年 认识十二年 然后结婚几年 结婚六年 六年多吧 还有个孩子 五岁 对 所以你们俩这个是十八年是吧 不是 一共十二年 今天为什么来呢 他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不回家了 有的时候我还联系不上他 完了我都感觉现在他都没有以前爱我 我感觉好像外面有人 什么情况 我现在回家不快乐 回家不快乐你就不回家呀 我一想到回家我现在头皮发麻 为啥 我现在一回家他就跟我刀不刀 刀不刀 现在总跟我吵 完全跟我们以前不是一个样子了 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发生了什么不回家 就有一天晚上 十二点多 他喝得特别醉 还让一个女的搂搂搂搂的给挡回来的 最可惜的是把那女的走之前 他还跟我说 嫂子你别生气 他说我们就同事聚会 喝得有点开心了 喝多了 他说你想着让我给我哥再沏杯蜂蜜水 省着头疼 他算个啥东西 他让我给他 我照顾我老公还用他告诉我 那你说是个女的肯定能生气 对对对 生气 然后你把她同事轰出去了 我没有 我也要面子呀 我说我知道了 我说谢谢你啊 然后呢 这事不就过了吗 那过了之后后来我不是 那也不对 不是 这个事我已经跟他解释了八百多遍了 就是一个普通同事的关系 主要是他第二天他给人的点咖啡 我就是一个普通咖啡 点咖啡都点咖啡吧 他还给人备注 他说亲 谢谢你昨天送我回家 比心 他竟然还跟人比心 我俩都这么多年了 他得五六年都没说过爱我 也没给我比过心 主持人 这个一定是客气话 对吧 就是我当时我是跟他说了一句 亲 谢谢你送我回家 对客气的人 他需要这样说话呢 我跟你我怎么不这样说话呀 我也喜欢这么听 我跟你叫爱飞 不比这个亲 不是 不是 你真把自己当皇上了 不 我们在家自己 真的 我觉得这更亲切呀 对吧 哎呀 我的妈呀 行 就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就轰出去了 还是就 没有 后来就是说因为这是生气之后 肯定生气啊 对呀 我都给他制定制度了 我就说每天晚上必须得十一点之前回去 十一点我感觉 正常过日都挺晚的了 那当然了 其实他已经答应我了 但他说话不算说 他紧接着 第二 没两三天吧 他就回来晚了 不是 那个我解释一下 那是个例 那一天约了客户 然后我还特意提前给他发了微信了 就是已经告诉他了 他也没回我 然后我赶到回家之前 其实就晚了十五分钟 我跟他微信提前也 十一点十五分到的家 对 十一点十五分 我特别清楚 那他也是不在乎我 他要在乎我 他都必须得十一点之前回家 这 这 这 关键是我就晚十五分钟 然后我敲门打电话 他也不接 微信他也不回 然后我还明显能听到 我们家电视还响的 他就是故意的 自己开门啊 关锁了 然后你呢 然后我还怕打扰到邻居 我也没太大声敲门 然后我就回我父母那儿了 就一回回了一个月 一个月 第二天我又回来了 然后回来 见到他第一面就直接问我 你还知道回来呀 其实我 当然我是愿意回来的 就是他这样说话 我本身我工作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对吧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然后我觉得有点受到 误端的指责了 我也很难过 所以说我就又走了 那你多说两句 你多哄两句 没准都开门了吧 我就是想惩罚一下 那谁说那半个小时 你都忍不了 你都走了呢 晚上十一点多 我敲半个小时门 然后电话也不接 微信不回 明白了 明白了 就因为这个事 到现在为止 一个月没回家了 他这次特别英气 每次我俩吵架的时候 以前他都哄我 我也说过 让他别回家 他都哄我 完了给我买东西 完了说好话 这次特别英气 我都已经忍到七八天了 他也没理我 完了我琢磨 那我就低个头呗 我就带着孩子 上爷爷奶奶家 就找他去了 他等于回自己爸妈那了 你吧 他还没到家 特别晚了 我就等了好几个小时 那我琢磨 打个电话问问呗 他都特别英气 说我今天还不回家呢 我跟我朋友玩会 他说你走吧 主持人 那你说我都给他 他说不要 我就走 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 他说的这个 绝对就是他自己 片面之死 他给我打电话 第一句话就是 你死哪儿去了 就是他跟训孙子一样 这样训我 我肯定是接受不了 对吧 那我打点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是压人 那我感觉 我都已经给你打电话了 还去了 我都感觉给你很大面子了 没有这样给面子的 你一点面子都没给我 那你是给面子 你不要 我觉得给面子 不应该这样 然后就没回去 没有啊 他没回去呢 我都给面子 他不要 那我就带孩子走了 后来呢 这一个月期间 就不联系吗 他有的时候 回来看孩子 看孩子忘了 他也不红我 我就给他红出去 所以说我现在 是没办法回家 我想回 就是我回去 我真的是不快乐 我回去 他就跟我吵 你要说你不快乐 我快乐 你看我俩也都结婚六年了 我都是因为 有孩子之后 都四五年 都没办法出去工作 因为就是家老人 都是也不方便待嘛 基本上我俩也待 完了我就一直在家看孩子 看孩子之前 他说得特别好 他说到时候 帮我一起分担家务啊 他什么都不干 完了有的时候 都哪怕回来再早 他顶多跟孩子 也都是玩个半个小时左右 完了就说 去找你妈去吧 那谁都知道 看孩子累 然后他 反正都不服务 他也不理我 不关心你 不关心 没有以前好 以前都说 说的话可好听了 所以当同事 把他送回家的时候 大概是很多年 积蓄的一个炸药 对 他都是个点 他其实他都是 不想回家 他都想躲清了钱 你们以前 因为什么事吵过呀 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 我们以前 其实关系真的很好 就为这事啊 也不是 就是自从有孩子之后 肯定都有矛盾 是什么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所以我就一个月去个一两号 哦 那公司允许吗 那不是他朋友吗 哦 难做吗 这一点还好 他主要是带着他们公司的员工 集体滑水 带着他们女同事 什么做美甲呀 什么按摩去了 这事也能怪我吗 那你说我问他了 我说你干完活了吗 我说咱一起去做个指甲去 那不很正常吗 女生 那他说他没事了 那我都 等于你去了他朋友的公司 自己不好干就算了 还带着其他的女同事把手 是这意思吧 我感觉不算 因为我只是问他一嘴 他也是成年人 他可以选择拒绝我呀 好好 那但是他 他竟然还打电话 指责我还骂我 正好那天在公司 所有人都停家了 我总感觉特别没面子 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这会儿你看我老公长得就是挺温柔的 而且他就是脾气也特别好 他那天就破口大妈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他不爱我了 其实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 我就是大胆声跟他说话了 可能确实是比每次说话声音要大一点 他就觉得我好像跟他吵 那你都不应该 你都应该他跟你说的时候 你都应该问问啥情况 你说我找我媳妇核实一下 或者打电话问我 这什么情况 你连核实你都不核实 他都开始说 我都感觉你都应该相信我 就是主持人 你让你说 这个事本身就是我 跟我朋友介绍他去的 对吧 这个事其实我 你这样我很难做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然后这样告诉我的 你说我肯定是 确实不职业 对对 那他离家出走这一个多月 你就等于找过他一回 是吧 对呀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那我觉得至少 态度短正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见他 我能开心的时候 我才能回去 妈呀 还拿上劲了 今儿是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呀 他昨天也不回家 这日子咋过呀 你要请丈夫回家是吧 我凭啥我请啊 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四个 给你把丈夫请回去呗 那反正不能是我请他 不是 现在是我们两个人呢 就是有点交流不了 其实我也想回去 但是他一丁点面子不给我 我这样我也没办法 你关起门来要什么面子 我先来去 我先来 你把你打开 你打开 你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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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建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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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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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ании 你知道为什么 你看你们俩在一起认识12年了 他太会跟你沟通了 他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被你骂两句吗 你吼两句吗 然后一低头 又回到你身边 脸皮够老 脸皮够厚 你马上就没事了呀 这不就是你们以前的沟通方式吗 但他现在不愿意了 为什么 突然之间有一天 这个28岁的男人发现 我也有尊严 你没想到吧 你没想到他居然有一天 他居然有尊严 他敢有尊严 他刚才跟你说的话里面 最重要的一句是什么 你当着我朋友的面 你说你死哪去了 所以说他变没变 变了 一定变了 但是应不应该变 那我这么跟你讲吧 就是你跟人的相处的方式 十几岁的时候 我可以说你是娇称可爱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还可以说 你这个人同心未敏吧 到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只能说你是作妖了 人是随着年纪 我们在面对生活 面对人的态度的时候 是有变化的 这种变化叫成长嘛 当他开始成长了 开始理解我这个人 是需要有尊严的时候 然后你还是 把他当成一个 十几岁人时的小朋友 你就是我的 我就是要对你忽来和去 怎么了 尊严的 平等的 这跟爱没有关系 我爱你 但我不伺候你了 可不可以 我爱吃橘子 今天这个橘子不好吃 我不吃了行吗 不行 所以你选择继续作妖呗 那我买的买了 你为啥不吃 我可以啊 可以离婚啊 不合适 难道不能离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他都得收着 不伺候了 就不伺候了 你能怎么办 他跑到这儿来说 老师 你教教我沟通的方式 你让人沟通了吗 你接受沟通吗 你接受改变吗 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生活 把你宠成这个样子 把你交纵成这个样子 姑娘 人是要成长的 如果你不成长 任何人 再爱你的人 都可以离你而去 所有人 每一个人 都要对自己负责任 出言伤人 暴力沟通 不给人留任何的情面 是你在破坏爱情 不是别人 至于你啊 小伙子 成长不起来 也是你惯的 也是你宠的 所以 对他这样的人 你得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你得给他一个成长的 冷静的时间 怎么沟通 等到有一天 他想明白了 愿意和你平等沟通的时候 再沟通 就这样 他们俩是正是 应了那句话了 就是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不是女人 认这句话吗 不认 我告诉你 为什么说女人不是女人 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 会在丈夫 没有什么责任的情况下 把丈夫锁在门外 这叫傻 反正我干了 你干了 所以我说 你不是个女人吗 我这里的特指的是 成熟的男性和女性 她是有标准的 不是在情绪上处理问题 你是情绪啊 说你不是男人 你服不服 那我也不服 谁离家出走啊 叛逆期的孩子离家出走 很少听成年人 要离家出走的 这不荒唐吗 你这吊着算哪一出 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我希望怎么样 我们平等地交流 成年男人是要跟别人 可以坐这谈判状 谈条件的 小孩才会哭闹 和离家出走 撒泼有用吗 撒泼有什么用啊 老公该跑还是跑 他敢 这一个多月都不回来了 这你还敢不敢呢 不跟你说了 192就要爱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我平时有点认性 但是我感觉我这几年 脱离车会之后 也有点焦虑 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我也努力地改一下我的脾气 以后跟你好好说话 能回来吗 我再考虑考虑 你都别考虑了 把这话说完 我都问你还要不要我和儿子 要我 要都得回家 看见没有 所以你问那个沟通的模式 和交流的模式是什么 就这个 绷得住啊 他情绪不稳定 你情绪稳定啊 我真以为你转了信了呢 就那么温柔了三十秒都不到 你知道吗 不到十五秒钟之后 立刻就开始撒泼了 那我也给了 那也是给台阶了 我知道他什么样子 所以说 不用你说 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就他那一番一番的 所以啊 像男人一样的去战斗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余老师预测一下 人啊不能太撒泼 你在这方面任性子 在别的方面 你就会失去更多 女方其实会出来的 男方有可能杠一杠 可能不出来 我是希望男生别出来 但我觉得这男生 可能没有这个骨气 所以如果你要是 没有这个骨气出来了 你就别抱怨 接受我老婆 就是这样 一个刁丸的女人 没办法 对 那大丈夫 还有另外一面呢 对 能屈能伸呢 对 你屈也是大丈夫 对 我希望是双不出 双出了这问题解决不了 生活当中还得重演 双不出才是 就是在活一段 真正的开始 对 不破不立 我杠一杠了 男出女不出 来吧 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都知道你得出来 行 行 行 十二年了 我再拿捏不了你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听话呀 就听一辈子的话 就别再反抗了 得看出来了 这模式已经形成了 还是你厉害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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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脸洋溢的 成功地微笑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他总是在别人面前散发魅力 还特别爱玩 让我没有安全感 我想让他收敛一点 他总是说我爱玩 但我爱玩又不花心 他总是管着我 我觉得这不像谈恋爱 特不像找了一个爸 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应该多陪伴 他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人 可是在他心里 好像什么都比我重要 我真的很难受 他特别古板 像活在上个世纪的人 根本不像年轻人 我做什么他都受不了 还总爱吃醋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二十二岁来自安徽学生 女嘉宾二十一岁来自天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为什么还是来 是他要来的 他要来是要来 为什么来 姑娘 因为我就是觉得 他这个男的很小心眼子 而且总喜欢给别人当爹 爹味太浓是吧 对 我跟他谈恋爱 感觉只给自己找第二个爸一样 具体说说好不好 从我们两个认识开始吧 本来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之间的没有任何交集 他是别的班的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就参加了一个话剧社团 他呢 对我就是 刚开始非常地献殷勤 那叫互相来电 不叫我献殷勤 好好好 对对对 不出一个月 他跟我表白了 他就跟我说 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洒脱的姑娘 然后呢 想跟我在一起 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 我说实话 但是 我就跟他讲 我有一个暗恋了一年的学长 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草 长得特别帅 然后我这个人吧 就是如果要谈恋爱 肯定是想谈最好的 因为我本身条件 我觉得也不比谁差 虽然说 追他姑娘挺多的吧 我就抱着一个那种 可能会失败的心思 但是就是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嘛 我就说我先 我先去追求一下 给自己之前的半年的暗恋 划上一个句号 然后 气的 就是后面 我被校草拒绝了 我就跟他说 要不咱们加一块吧 我觉得这个 也划上句号了嘛 结果他摆起架子来了 他跟我说 你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这给我冒出尽劲来了 他 不是说我摆起架子 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他就做得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 我们两个就互相喜欢的 然后 他又突然冒出来 一个校草的 一个什么暗恋对象 我就觉得 他就应该再追我一下 不然我不成备胎了吗 我 不是 老师 他不是备胎 我当时追求校草 是因为我 我觉得他帅 我就单纯觉得他帅 但我追求他 我是觉得 我们两个是真适合谈恋 我只不过就是想 给我之前的 暗恋画上个句号 那如果当时 那个帅哥同意了呢 你看他这是什么行为吗 听明白了 我要是你 我也很伤心 这不是心眼小 但是我后来 我弥补他了吗 我就他摆架子 那我一个女生 我说 他让我给他带 一个礼拜早点 我说行 我给你带就给你带呗 我可没他那么小心眼的 然后我就连着给他买 一礼拜早点 然后最后呢 这架子也放下来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块了 就行了嘛 过了就过了 还有啥事 就是吧 我呢 比较喜欢穿一些时尚的衣服 他其实刚开始 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还挺欣赏 觉得 我对象长这么好看 还天天夸我 但是后来 他就开始不乐意了 对我穿得直直点点 每次我出去玩的时候 不都说女为乐极者容吗 穿一身漂亮的衣服 我觉得应该给他 带来更多的面子 可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他这样 你等我说 我还没说完呢 不是 你先听我说 我不想听我说 就是我觉得满分一百分 完了之后 他为我打扮十分 我就觉得够漂亮了 而且他 他平常穿的衣服 我觉得 不能说时尚吗 今天我带来点照片 我觉得挺暴露的了 如果要真的就是拍照的造型的话 我觉得还行 因为拍照嘛 就各种角度 各种造型都可以尝试 但要生活中穿成这样 我比较保守啊 这是写真吧 还是生活 写真 都有 写真就正常 行 我明白了吗 男生对你穿衣服这个 他比较干涉是吧 对 就是我不管 就是冬天还是夏天 他总给我戴一件外套出来 而且还被吵 我就觉得我打扮那么好看的话 我全被你毁了 我不穿他还不高兴 他总这样呢 我肯定也发脾气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要戴这儿 我就跟你分手 然后呢 他也不敢给我 不敢给我吵了 后面他开始委屈 他也不跟我说 你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嘛 然后他没事 给我耳边叨叨两句 说你这穿的 欲言又止了 那可谁谁不憋屈吗 那我也不敢跟你打吵啊 主要是老师你知道什么吗 他给他在憋哭了 他跟我哭 不是 就是 不是 你这事也要 拿上来讲吗 那本来就是啊 我只是私底下顾 没有说就是大庭广众的那种 对吧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说明真伤了心了 这我很吃醋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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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姑娘 我累了 然后呢 我就问你啊 如果说是你那个 之前暗恋那个笑嫂 他这么让你说 不要这样穿 怎么的 你会听他吗 别瞎比 是个男人不让我穿 我爱穿着要穿 让我穿又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我自己好看就行了 他不光是因为这一点 还因为什么 他不是嫌弃我有个人魅力 他就是嫌弃我跳舞 跳舞本来就是我的一个爱好嘛 我就出去找了一份兼职 也是跟跳舞有关的工作 在一个音乐餐吧里面 然后他知道了 不让我去 我说我得赚钱呀 他就屁股厚地跟着我去 他天天跟着我去 人家都在那儿吃饭的 他就在那儿啥也不点 就在那儿坐着 他这是必中就轻 他那个不是音乐餐吧 是音乐酒吧 就为啥我跟着你去呢 就是因为那地方 鱼龙混杂了 我不放心啊 谁规定餐吧不能卖酒了 那卖酒呢 就跟酒吧一个兴致吗 然后工作这事也就算了 我下了班之后 跟我小姐妹在那儿喝酒 一个男生都没有 就挺开心的 我让他要不跟我们 一块玩会吧 他在坐那儿一天了 不去 就坐在那儿看着我们 哪个男生被我们吸引了 哪个男生有什么眼神看我 要跟我们拍照的 因为我想让他赶紧回去 那时候已经十一二点了 我觉得他工作 差不多那个点下班了嘛 没必要在那儿待着了呀 那么晚 他那些小姐妹 又不都是上学的 你就是不想让我玩开心 因为你自己不开心 你也想让我不开心 你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了啊 你看他地方又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 听明白了 他总是拿自己当一个爸爸一样 不是拿自己当爸爸 我觉得这就是道理 应该是这样子的呀 早点回去休息 是的 别睡得太晚是吧 女生觉得 我爹才有资格这么说我 是吧 对呀 我也不一定听呢 是吧 更何况你说我男朋友 是吧 好 这叫管束 还有什么不满意 她呢 不光吃别的男人的醋 她连女人的醋都吃 我有一个闺蜜 我们俩出了九年了 她呢 总爱换男朋友 她有时候现男友呢 就知道她这一点 就担心她 就经常跟我联系 问问她在哪呢 我跟我闺蜜已经九年了 我不可能说 把她给卖了呀 我肯定得瞒着她对象 我就说 她跟我跟我对象在一块呢 我们一块吃饭呢 你要有啥不放心的呢 你就给我对象打电话 转头我跟我对象说 你这事必须得帮我 闺蜜瞒着 你千万别露馅了 然后她嗯了一下 转头人家电话打过来 她说她出去接一下电话 她也不当着我面打 然后跟人家说 你对象不跟我们在一块呢 不知道又去哪儿喝酒了 结果转天 我闺蜜跟她对象吵了一大架 为什么我要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闺蜜这样子 来回来去的 而且我们跟她那个男朋友 也是朋友 对吗 我觉得我们这样骗她不好 而且她这样难道 不应该是要承拔吗 那她俩吵了三天三夜 然后跑我这儿来哭就好了 是吗 那你这不是 助纣为孽吗 你这不是 啥叫助纣为孽 那你就是那个孽 等于希望你男朋友 帮你闺蜜去隐瞒一些事 她没做 就我觉得她不仗义 不仗义 你是太仗义了 不是 我就这么说 换位思考 如果要是哪天你哥们需要帮忙忙事的话 那我也帮着呀 那你跟你哥们难道你没帮过你哥们忙事吗 这种原则性问题我觉得怎么能瞒呢 原则性啥问题了 我不比你了解我闺蜜呀 我知道她在干啥 你知道吗 她在干啥 她喝酒啊 有男的吧 牛咋了 牛咋了 不仗义 不仗义 小气 爹气 还不仗义 还有啥 就她闺蜜 老找她借钱来着 上一次说什么生病了 完了找她要五百块钱 她倒好 然后夸下把银行卡密码 啥的 全都给人家了 然后我就跟她闺蜜说 你可以借钱找我借嘛 就是你要借多少 你要借五百好 我给你借 然后完了之后 到期我们约定个时间 然后你还给我 对吧 就是因为我知道 她闺蜜这个人呀 就是喜欢到处买买买 然后她花钱 没有个数的 所以说我就不想让她 把自己心里苦苦 挣的那些生活费啥的 一下子就给人家了 她也不好意思要 那是我的闺蜜 那是你闺蜜吗 我用我自己的钱 我去给我闺蜜花 那怎么了 我花你一分钱了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大公无私啊 我啥要大公无私了 我就借她五百回 我就算我给她三千块钱 也购买我们九年的交情了 你是把银行卡都给人家了 那怎么了 密码都给人家了 那里头就三千块钱呀 我给你买那球衣 球衣球鞋的 借下来没有三千 这张卡三千 它主要不在金额 这里面男生谈的是一个 边界感的问题 好借好还 对吧 对 你不能没有边界 它是这个意思 是 关键是她好面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她不好意思找人要回来 懂了 这钱还了吗 借的钱 还了 那肯定还是得还了 还了一半 然后说下个月 然后都拖多久了 那是我闺蜜 那不是你朋友 你不要欲举 那你还没边界感呢 你是不是喜欢我闺蜜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 那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好好好 姑娘 你要是这么大手大脚 确实需要这么一个男朋友 给你看着点钱 谈了一年多是吧 见过父母吗 见过 这次放假 带她去见我妈来的 其实呢 她想带我去见她妈 也是有目的性的 她父母是离婚了 离 然后她一直找她爸爸要生活费 但是在我们谈了恋爱之后 她就觉得经费有点资转不开 她就跟我商量 说她妈那边啊 有一笔留给她结婚的钱 说想让我去见见她妈妈 跟她妈妈吃个饭 然后我 我其实我对于结婚这件事情 我是比较害怕的 因为我觉得 我比较崇尚自由 我就结了婚之后 就特别不自由了 我就不太想去 但是呢 禁不住她摆满球 我觉得这笔钱啊 我还是帮她要过来吧 我也出于仗义 我就跟她坐火车 去见她妈了 她妈没想到 挺喜欢我的 然后就哭一下子 想给我转 把她那钱都转过来 我说这可不行 我就跟她说 阿姨其实我们就是 就要一部分钱 剩下那些钱 你先替我们保管着 然后好说歹说 非得给我们了十万块钱 就把那个卡 钱打给她了 然后她转头 她就把那个钱 跟我手机绑定了 我就觉得压力特别大 我真的 之前我跟你说过的 就你没必要感觉到 有什么压力 因为这个钱不是说 我是拿这个钱来捆绑你 我只是想着 马上我们毕业了嘛 还有一年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外面租个房子 咱俩合租嘛 对吧 然后我想让你安定一些 你不要总是那么 在外面疯玩 你那是 有了这个钱 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 你那是叫我安定吗 你那就是限制我 你见哪个正经大学生 出去合租啊 再说了 我觉得在大学宿舍里面 大家挺开心的 我说的是毕业 毕业你还带宿舍啊 她现在就 我还没答应她呢 她就开始给我列挑刀框框了 她就说如果以后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小家 一定要好好收拾 卫生加我们共同分担 一定要一起做饭 我觉得我外卖 吃得挺开心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饭啊 那你会做饭 那你做不行了吗 那我这么要求你 是不是说我是想 因为她要求 我最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 事还没成 她提前给我约束上了 我之前跟她谈恋爱的时候 在外面就是玩 然后她都是过到后半夜 才给我打电话 问我到家没 结果现在十点 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跟我说你回宿舍了没 就是以那种父亲的语气 十点钟也该回去了吧 不是你这么要求 一个成年人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那你能保护好你自己吗 那我爸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 那不照样是 让我出去生活吗 那以后你要我干吗呢 你做家务 做饭 我说的是共同分担 怎么就变成 我一个人的事了 不是 你不是吃外卖吗 怎么又要人做饭了 因为外卖还是比较不健康的 他如果要是做饭好吃的话 我就不吃外卖了 所以你今天来干吗 我就是希望 让他改一改这些毛病 就是像他这么爹戏啊 一些自私啊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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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缺点 明白 我送你三句话这件事一定成 真的 第一 人这想干吗就干吗 第二 打电话叫你去 他怎么开心 你就怎么陪着他玩 第三 别老说以后 先活好现在 是这意思吧 其实你要这三点 应该有很多男生 都特别愿意耶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挑那些 愿意的要挑他呢 他比较细心 然后比较会呵护人 可是他呵护这些东西 不都是爹干的吗 那你最反对的吗 最难受的吗 我觉得他有点呵护过头了 还有什么原因呢 没选择那些人选择他 我就看他顺眼 是看他顺眼的 还是觉得他相对踏实的 还是觉得他相对在乎和在意你啊 确实是 别愁眉苦练地把头抬起来 那十万块钱现在花了多少了 都还是存在那存在那 最好还给你妈啊 那是结婚的钱别瞎花了 行了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年轻的小朋友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匆匆岁月 这是恋爱应该有的样子 吵吵闹闹 但是脸上没有仇恨 只是观点不同 也有些交流 也有些碰撞 但是我看到两个人的性格 其实的确有很大差异 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是一种互补 其实女生呢 这个性格 他就是一个活泼开朗性 按道理来讲的话 男生的风格可能不是你特别喜欢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也弥补了你身上 那些你自己达不到的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细心呀 虽然讨厌规划 可能随性一些 那他可能会管着你 让你做些自律 所以两者之间 这个不是绝对性的 这种合适还是不合适 看看能不能看到 他对自己的好 如果一个性格特点 发展得不好的话 可能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女生 从这个 这个就应该是当地人的年龄 我们这个年龄 像你这种性格的 那我们就特别担心 回家比较晚 又大大咧咧的 我们就特别担心 你外面会吃亏的 是不是 你没有那个心 但并不代表着 你身边的其他男性 不打你的主意 你又很爱面子 所以有的时候 你吃亏 怎么吃亏呢 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有你的生活节奏 但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这个不是他来帮 帮你的 他帮不了你 你爹你妈也帮不了你 是由你自己来帮的 另外一个谈恋爱了 那么又意味着 你们彼此有腔化了 你就不能反正说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得照顾一下他的感受 那才叫你是他的女朋友 他是你的男朋友 那么男生呢 你适当当个爹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 让他成为你未来的女朋友 你的妻子 你现在如果用了过多 过日子的方式 可能还没到那儿 人家已经被约束跑了 喜欢他 首先你得要欣赏他 他的性格就在那儿了 就是一个大难哩哩哩的人 他不可能完全变成你那个样子 记住 不可能的 你只能说稍稍提醒一下 但是主流行为就是那个行为 所以说一小部分听你的就可以了 大部分你要欣赏他 懂他 如果你作为一个限制者 批评者 否定者 对他来讲是最讨厌的 你两个人在恋爱当中 要学会把握好自己的言谈举止 同时让对方感受到 你在他心目当中 是最关爱他的 是真实感受到的 不是管他说说的 好吗 好好地谈啊 恋爱谈的是现在还是未来 我觉得是现在 对 他谈的是未来 他是谈一段有未来的爱 有希望的爱 这样的爱会更美好 其实大部分的女生在恋爱当中 也经常会规划未来 会问男生 哎呀你以后会不会娶我呀 我们以后会不会结婚啊 很多的女孩都会这么问的 我想 你应该也有这一面 只不过跟他在一起的你 谈的是现在的恋爱 那在他心里他就会比较啊 他为什么刚才会问你说 那如果是校草 要求你不穿那些衣服 你会听他的吗 你犹豫了一下 就说白了 这是很简单 在他的内心 他觉得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你更喜欢的是校草 而且更何况那是一份 没有得到的爱 所以他心里一直有 这个结在这 他一直在质疑 你到底是不是这么地喜欢我 这是你们整个感情当中 可能一个比较不好的基础 和不好的开始 就说白了 我们常说没有安全感嘛 为什么他要限制你去喝酒啊 为什么要觉得你闺蜜的那些行为不对啊 等等 因为在他的内心 他会把你跟他化为一类人 所以你们之间的问题 矛盾就在这儿 分歧就在这儿 那其次我其实更想说的是 你个人的事 一个大学生喝酒喝到凌晨12点1点 我觉得不管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 都不太正常 如果你二十几岁的年纪 就每天用酒精来充斥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未来的日子要怎么办 要干嘛呢 你现在的这个时间 不正应该是好好规划 我未来的人生吗 就是你不光恋爱不规划 你自己的人生也不规划 我是觉得他没有权利 也没有资格去要求你的穿着 要求你的工作 甚至要求你的交友 以及你几点回宿舍 我觉得是他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要有对自己的 这个监督和警醒 是年轻人爱玩 爱聚在一起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凡事有个度 而且要有重中之重 以及我此时此刻 最应该做的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姑娘 恋爱不重要 恋爱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你的人生很重要啊 你可以换一个男朋友 但是你的人生换不了啊 所以更多想说的是你个人 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恋爱 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谁更喜欢谁多一些 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规划不同 就这样 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爱情 因为爱情是相爱 男生是爱情 女生不是 女生是矫情 女生比较男生有三点 你需要向他学习的 第一点 第一点 勇敢 第二点 真诚 第三点 价值观正确 这就是爹位你知道吗 我都觉得我快有点妈味了 第一点 勇敢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勇敢去表达爱 勇敢去表达爱 勇敢去追求爱 那个笑嫂应该是 至少你现在 现阶段的一个所谓真爱 但你只试了一次 你怎么知道 再试一次 不成功呢 至少我们不留遗憾啊 这就是一份勇敢 第二点 真诚 其实我分明可以感受到 你跟他在一起 你处处都在矫情 我就是要去跳舞挣钱 哎呀 你就在那等着我 我的闺蜜 我的闺蜜这样行为 我就是讲义气 凭什么时间中 要给我打个电话 像我的爹爹一样 你就是要处处 彰显自己自由 但他的初衷是什么呀 他不是你的父亲 他是想真诚对待 这份恋情 这段关系 第三一点 价值观 闺蜜的那种行为 你觉得对吗 如果你接受 你闺蜜的那样的做法 想必也符合你的价值观 但是他接受不了 这是他对感情的 那种负责任的表现 综上所述这三点 其实就是你 现在和他分不开的原因 因为你知道 你遇到的一些人 没有这么真心对你 没有像这个小伙子 这么正 他是有他的优点的 只不过小伙子 太着急了 这刚刚哪到哪啊 跟他你就放松的 松弛感的去相处 去享受当下 你不要做那些过度的 就是节奏太快 这些动作没有意义 把十万块钱 一定要还给你的母亲 这个女生也不错 也很单纯 她现在在享受自己生活 享受着自己的青春 没有错误 人家也没动你那十万块钱 对吗 如果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不是因为彼此谁对谁错 就是不合适 但只要我们对得起 我们做行为就行了 对不对 充分享受你们之间 现在的感情嘛 但是我想可能时间 不会太久 就这样 挺合适的 你得听得懂人说话 人都说要吃你做的饭了 听懂了吧 这不是说了吗 你做饭 得听明白 是吧 俩人我都挺喜欢啊 一个是干净而洒脱 一个是安缺又稳重 但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姑娘 这个问题是什么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 一个词叫时候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刚生完孩子 然后这个男人 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一件衣服 给你避避寒 怕你身子骨不舒服 是个完美的男人 如果今天你到了三十多岁 你还去上班 这个男人到晚上 都会来接你下班 你会觉得哇 好开心啊 他还那么爱我 但今天就不对了 就变成了居宿 这就是时候的问题嘛 姑娘 你可能会觉得说 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就是玩啊 对 现在就是玩 我跟你讲 看起来好像是 你在选择男朋友 其实你在选择你的生活方式 你现在摆在面前 就两条路啊 一条路是以娱乐化为主的 未来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就追求极致娱乐 还有一个是以提升价值为主的 未来生活方式 两种生活方式 就放在你面前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 而且你也是个好姑娘 也知道我要挣钱要怎么样 但是你挣完钱之后 你还要去喝酒 所以现在放在你面前的 无非就是一个交叉路口嘛 就一条线走向 可能是有一些单摆 可能是有一些刻板 但是我的价值慢慢地会提升 就你说的那种 跌润很重的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里面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半路 走下去的话 能走很长很长时间 对不对 而另一条路 你现在就可以思雨还原 可以很开心地玩 这也是你的选择 所以说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不如还是好好的相处下去 我觉得你们啊 彼此已经为彼此在做出改变了 可能你们自己都没有感受 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慢慢地磨合 慢慢为对方做出的妥协嘛 那说不定在这样的妥协下去 我们突然之间 有一天那个时候就对了呢 谁知道呢 且走且珍惜呗 就这样 我是也挺喜欢的 就没有什么就是年轻人吧 就挺好的 干净的一段恋爱嘛 好好谈恋爱 开开心心的 重要的是你们在恋爱当中 对自己的内心 一定要保持忠诚 对爱一定要有敬畏 让我们一起进入1912 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其实被你管着 我也没有感觉那么难受 我觉得 可能还是有10%的开心吧 起码是被人在乎 反正我是觉得 我们两个只要互相喜欢 就是说都给对方一点信心吧 就互相磨合 我一定可以走下去 之前你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不是太在乎 我只在乎就是 我们的现在 以及我们的未来 我知道 但是人不应该总把目光 放在未来 你同样 你现在过程也应该过好 会过好的 我能相信你吗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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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 236 06 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余老师 预测一下怎么样 可能会双出了 只是送上一句话 年轻的时候 谈恋爱呢 也不能完全想着自己的感受 也多看看 理解对方的感受 应该会双出的吧 再谈谈吧 双出没问题 来吧 我们看这对年轻的恋人是如何选择的 请开门 请开门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祝他们开心恋爱 认真生活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再一次谢谢四位导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同时要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